早晨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 歡迎收聽D100新聞天地直播室有路中李錦鴻同中李勇為大家主持 今日的新聞主角仍落在特首林鄭月娥身上 星期二當然每逢星期二趁著行政會議開會前 她都是見記者 不過昨天答問的時間都特別長 論及方向都特別廣 特別近期幾宗新聞特首出來解話 包括解讀一下 駱惠寧主任那番的談話 亦都提及到有關電檢條例的修訂 但大家最關心都是 究竟這個台山核田廠 是否真的有好像外媒所說 有些洩漏情況 而香港有沒有受到影響 林鄭昨天也有出來解話 就說到其實保安局暫時 都未收到有影響香港的相關消息 但是有些傳媒就找了一些香港的核專家 就說到其實 專家們都說到 目前都是未知 究竟今次台山核電廠釋出氣體的濃度 有沒有洩漏去到核電站外的環境 亦都說到 根據現在公佈的數據 包括內地和香港的數據 亦都未見到影響本港 林鄭就說是高度重視事件 而保安局亦都說到 就是台山核電站 暫時都沒有向環境產生任何放射性的洩漏 科學就講數據講實證 不是講感覺 但是面對內地這些事故 我們既要信科學 但亦都很依賴我們的感覺 感覺就是很多東西 我總是不夠信任 所以今天新聞解讀 就講一下 《遜刀》社評說一件事 《蘋果》社評都說一件事 但是兩個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不過說回港版方面 除了林鄭的談話之外 有關疫情的一些發展 不過在那個17歲少女的家庭當中 那個雪櫃是找到少許可能是 帶有病毒的一些 應該是一些凍肉 還是一些鱸魚肉 究竟這次17歲的天水尾少女 帶有變種病毒感染員 其實到現在仍未確切說法 最新發現 只是在她家中雪櫃的其中一包 急凍凍肉的包裝表面 驗出了新冠病毒 暫時未知究竟是 健科上的病毒傳染給她 還是她本人的病毒 就留在凍肉的包裝袋上 而且也有醫生專家說到 有可能這位17歲的少女 曾經打開雪櫃打一次 相信包裝因此而受感染的機會 就是比起本身的包裝有病毒 而傳給這位少女的機會是高的 希望這個疑團 可以早日解決到 令大家心中的疑慮可以減少 在正情方面 星島今天的獨家報導 其實都不是什麼新的新聞 就是說到區議員7月會宣誓 他們預料有超過170人會被DQ 政府計劃在7月安排區議員宣誓 而且不是集體宣誓 而是逐一宣誓 當局也在計劃定定涉及一些 遺世或宣誓無效的負面清單 究竟到7月時有多少民主派 如果是真的會被DQ 會不會像星島所估計 有百多二百個區議員被DQ DQ完後 區議會的職能及區議會的角色 在日後還有沒有相關的地位 繼續看看 究竟在下一屆區議會 會不會又變成清一色 還是直接連區議會都沒有 說明天氣 部分時間有陽光幾陣罩以天氣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32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和換西南風 展望未來掃天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空熱 各個地區仍然有趙雨 現時氣溫29.7度 相對濕度79度 接著帶大家去台灣 不是講嚴肅政治問題 講一個家居的趣事 一個太太為丈夫設計一對 很特別的拖鞋 台灣的疫情相當嚴峻 很多人都要在居家被疫 但是困在家太久都覺得悶 但是今次在網上 一位台灣人士拍了 她太太太太無聊 做一些手工藝 做了一雙拖鞋 但是這雙拖鞋看起來 和穿起來似乎都不太好 那是什麼拖鞋呢? 原來就是用了榴槤殼做拖鞋 你踩下去的位置 就不是個殼的內部 而是充滿了尖釘的外部 哇!踩下去真的 隔著屏幕都感覺到很痛 大家知道這個腳底按摩 就來自一位神父在台灣 去推出 結果都大行其道 這位太太設計 這位拖鞋當然她的榴槤尖 可能她都摸一摸它 就不會刺到流血 但是她除了是一種樂趣之外 她覺得這是幫助了腳底按摩 每天穿拖鞋 可以產生血液循環的功效 看上去都不像是腳底按摩 而是像是腳板的針灸 看上去到英國的一堂 似乎真的兩夫妻當中 做了一些手工藝 的確是可以輸解一下 因為疫情而感到十分悶的情況 但看看好了 穿下去就不完 說完這個榴槤拖鞋 看下在英國有隻邊境牧羊犬 本身也是做這些牧羊的工作 但是因為不知為何 失去衝 聽不到一些口哨 或者指令的時候 她也沒有辦法繼續做牧羊工作 但是在英國愛護動物協會 她有個好心的員工 領養了這隻牧羊犬 更加跟她訓練一下 用一些手勢代替 吹口哨 甚至用聲音發出指令 對龍雅的朋友來說 手語很重要 想不到有心人可以訓練一隻 失衝的牧羊犬 可以透過手語 仍然聽到主人的訓練 重拾牧羊犬的功能 來自英國農莊的故事 好 接著看看台灣方面 台灣方面 今天仍然就著疫情 有一些新的論述 今天台灣的自由時報的社論 就是講到 沒有燒煙的疫苗戰爭 就講到了 拜登早前就講到 美國將會成為全球對抗 這個新冠肺炎的疫苗庫 其後 英國G7 歐盟 亦紛紛表態會捐疫苗 去一些中低收入國家 但《自由時報》的社論 亦提到 中國其實亦提到 向全球供應一大連串的疫苗 但似乎中國的援助目標 是以特定區域 憑約國家為主 並不是人道主義的大爆發 而是著眼於控制國際組織 當中也提及世衛這個組織 中國左右國際組織 世衛只是冰山一角 但同時也提及到 國際疫苗的角力 是一場戰場廣闊的競爭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 知識就是力量 反而就是疫苗就是力量 當然有些疫苗戰爭的概念 也有很多很多的預測 不過近期的發展 特別是開源G7 很多具體的一些疫苗的分配行動 就是看到 好像全世界都分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 就是不同的國家的一些領袖 都透過疫苗來援助自己的盟友 一些比較弱小的國家 從而建立更加緊密和依賴的關係 所以這篇社平也提及到 中國有它援助的聖誕 當然美國、日本方面也有它援助的聖誕 所以社平也提及到 牽涉到一些經濟生產、軍事力量、國家治理 甚至地緣爭鋒 沒有一件事都不是受制於疫苗的質量和數量 所以現在似乎拿著疫苗好過拿著銀子 講完台灣的社平 都看回環球時報今天的社論 就是回顧一年前中印邊境中印雙方發生的衝突一周年 環球時報就講到 今次中印邊境的衝突 是衝擊了中印的關係 但是同時也重掃了 印度對中國國家力量和為了捍衛領土主權 敢於用力量意志的認識 也講到在社平的筆封都比較強硬 今次中印邊境的衝突 其實是給印度有一個必須的教訓 畢竟在社論上也講到 解放軍要是不出 一出就一定是千無必勝 也講到印度方面 在體現解放軍的能力之後 應該要吸取之前的教訓 不要再厚硬 也要放寬早前和中國發生一些衝突 而對一些經濟甚至一些合作項目 要拆牆送磅 那些社平除了暗喻著 解放軍的軍事力量強大之外 很特別就講到 中國社會相比印度 是揚曉著更加理性的愛國主義 團結得以鞏固 中國是對印度的政策堅定而冷靜 因此就松容不逼 有著充裕的可知屬性 這個似乎也是特別是 凝聚中國民族主義 自己又為自己的面上貼光 相對也是 因為印度也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 所以比較上 他的民族性 沒有中國凝聚那麼強 沒有一個很強力的政府 來鼓吹民族主義 好 講完兩岸時評 都要看回 在國際舞台上 開完G7 開完北約 在拜登最後一站的行程 就是跟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 在近期國際上很多重要的會議當中 其實最難預測 也可能影響最深遠的 可能是這次拜登見普京 會前的氣氛一般 甚至大家都沒有安排 共進午餐 共進午餐很特別 不單是吃飯 很多會議上 可能是談不到的事情 可能是吃飯的時候 可能談得到 同時也沒有聯合的記者會 各自表述 你都看到 這次確實 有相當過的難度 在未開會之前 其實在俄羅斯方面 也有一些專家表示 今次的峰會 不認為美國和俄羅斯 雙方能夠建立一個穩定的環境 今次的峰會 最多能夠讓兩國 釐清對方真正的底線 而美國方面 亦有專家說到 俄羅斯和美國 依然擁有最多核武的國家 無論美國喜不喜歡 都不得不和俄羅斯合作 去應對世界上的主要挑戰 亦提到 今次的峰會 其實涵距的範圍十分廣泛 是去到軍備控制 網絡 外交限制 在俄羅斯被監控的美國人 伊朗、朝鮮、敘利亞、阿富汗、北極 以至氣候變化的議題 都會涉及到 今次的對話峰會 安排在瑞士日雅舉行 在中立國家來說 亦有它的意義 當然大家知道 今次的峰會來說 很重要就是中國因素 美方當然也很希望 中俄不要走得太近密 亦都希望 能夠在當中 產生一些微妙變化 但似乎普京 亦都知道美國的算盤 所以今次的摸底行動 亦都不會輕易 放棄與中國緊密關係 藉此牽制美國 所以這個三國關係 是相當微妙的 又看看美方一些專家 又怎樣看 奧巴馬時代的美俄關係 重置戰略設計師 在華盛頓郵報寫一篇文 就說到拜登 就算是想訪校前總統 尼克遜 拉攏中國 遠離蘇聯的策略 亦都不可能奏效 因為華府 亦都沒有辦法 將美俄關係 保存在某一個適合的地方 然後再聚焦更大的中方挑戰 究竟這個情境 如何去拉攏其中一方 又或者將雙方的關係 可以有一個合適的處理 而去應對其他更大的挑戰 又要看看這次的拜譜會 之間又會怎樣開發 特別是會後 各自開記者會 各自表述 看看兩個元首的言談當中 透露到什麼訊息 然後再將這些訊息重組 可能就了解更多內容 當然美國媒體很厲害 可能各個的 每個媒體都會陸續爆料 講一下這個對話 其實有什麼內容提及的 好 半小時 我們回頭回來 看看香港本地的新聞 每天新聞頭條 國際焦點 每天新聞頭條 報章精華內容 寫評集邀 一日為你壓要解讀 D100新聞天地 主持李錦鴻 鍾藝謙 早晨2021年6月16日 到星期三歡迎收聽D100新聞天地 直播室有腦中李錦鴻 和鍾藝謙為大家的主持 有關這個台山核電廠 懷疑是有些安全的問題 這兩天都引起很多的討論 但討論只限於一個可能 是很遠距離的 透過資料數據或經驗去分析 但核電是屬於科學問題 這一定是講究實際的科學數據 和實際的情況 但現在我們完全沒有人 能夠去到那個地方 來做任何的檢查測試 亦都無權這樣做 所以只能夠根據有限資料 來推測 所以今天的新聞解 我就拿著兩篇社評 兩個不同角度 讓大家從兩個角度 一個很理性分析 一個很感性 一個從一個人的信任程度去看問題 亦都看到香港人今天 是面對這個理性和感情之間的交戰 好 先來看看今天的報章精華 評判日報的頭條 提到梁寧傑世世兩周年 悟念者說香港人重光見 明報的頭條 提到林鄭出席行會前的建記者 提到 就是保符國安法 每天檢視體制 文匯報的頭條 接種者染變種 抗體高 康復快 大公報的頭條 提到變種患者的雪櫃 有毒 早就引述前特首梁寧傑說 中港關係的密切很重要 如果邊境長期封閉 也可能引到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經濟發展 經濟頭條 引述林鄭說 大灣區政策是金融會最先出台 星島說到新股時代天市暗盤 加倍升每首都可以賺到三萬九千幾元 信報頭條亦都如此 東方頭條 針對黎智英 覺得壹傳媒無恥 騷擾張柏芝的幼子 蘋果的報道 在港版國安法的陰霾之下 市民昨日仍然無懼打壓 悟念細細兩周年的梁寧傑 悟念活動遍地開花 美副巴士總站地面 深夜被人噴上黃色雨衣的圖畫 不同組織在多處擺街站悼念 在梁寧傑堂下的太古廣場外的花圃 有人捉起簡單的祭壇 放下黃色雨衣 有市民戴上Vsard面具 穿黃雨衣帶輕氣球到場 在整日市民穿樓不適 獻上白色鮮花並且寫下字條 提到梁寧傑先生 我想告訴你 我們沒有放棄過 香港人重光見 蘋果報道 其今同時報道法庭新聞 前年11月里大圍城 市民為了營救被困校園的抗爭者 在油牙第一帶遍地開花 其中一名以甲等榮譽 在里大畢業的校友 在警方驅散期間被捕 所謂索帶、防毒面具等 校友被控暴動等罪名 他辯稱當日 想到里大見證衝突磨解 但誤闖示威區 不及逃離現場被捕 區域法院法官姚芬智昨天裁說 示威者向警方投擲汽油彈 穿戴防毒防護裝置被告在身處當中 並在葵友索帶和波子顯然在場參與暴動 裁定局罪名成立 還押到下月19日 索取背景報告號再判刑 來自《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被指勾結外國勢力 及協助12港人李宇軒潛逃等 案件昨天再上 聆訊只用了3分鐘便完成 恐慌正式申請將案件轉介到高等法院處理 辯方不反對押後 亦沒有為黎智英申請保釋 案件押後到7月27日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交付程序 期間黎智英繼續還押監房看管 《蘋果日報》 明報有份營運台山核電站的法國核電企業法馬通 日前成戰 該核電站是有墮性氣體的聚跡 法國的《世界報》 其後引述法馬通 武公司法國電力公司法人說 被釋出的放射性氣體 涉及山氣和黑 有本港核專家關注 目前未知釋出氣體濃度 以及有沒有洩漏到核電站外的環境 但指出按照現時內地和本港的數據 未見是影響到香港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說 高度重視事件 保安局引述國家核安全局說 台山核電站並沒有向環境產生任何放射性洩漏 一來自明報 《蘋果》引述了曾經在核電站工作的 香港核學會主席陸炳林的說法 陸炳林說 燃料棒的壽命有18個月 一般是趁核電站大修期間才會更換 今次台山核電站是否要即時更換燃料棒 要視乎滲漏情況有多嚴重 若果滲漏嚴重 或是要停機以升旗計更換燃料棒 若果核電站突然中斷供電 或影響電網供電 若果滲漏輕微 是可以繼續使用燃料棒 只要將回路中的氣體儲蓋 等輻射濃度降低 再稀息及過濾排出 是不影響公眾安全 苹果報道 明報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上星期六在論壇表示 中央將繼續堅持 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缺失就要修補 跑偏的就要糾正 過時要更新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見記者回應電影檢查條例修訂指引時說 過去二十幾年很多事情都好像駱惠寧所說 即非成事 他形容是隻眼開隻眼閉 但確保一國兩制香港準確全面貫徹落實 是需要重新檢視 每套制度是否與港區國安法一國兩制相適應 譬如說任內每天都會從撥亂反正 正本清源的角度去檢視現行的體制制度做法法律 如果有需要就會更新完善 來自明報 評報的報導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出席論壇的時候 就不點名 就斥責支聯會五大綱領的結束一黨專政口號 破壞一國兩制 否定中共領導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特首林鄭外昨天就說 就不覺得駱惠寧的講話是對港府施壓 但林鄭又再拒絕正面回答 是否需要取代支聯會 即是要依法辦事 香港民意研究計劃公布林鄭的民望 反對他出任特首的受訪者是升至七成 有學者就認為 與六四和反修例等的日子有關 蘋果報導 明報 港區國安法生效近一年 香港美國商會會長 祖泰娜女士昨天出席論壇時表示 國安法的界線模糊 不少外國機構和企業員工都不清楚紅線在哪裏 港府應向商界解釋以色除疑慮 同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回應 港府重視外國商會 經常會與商會代表見面 認同有必要解釋清楚國安法的紅線 這是來自明報 星島獨家報導 講到規定區議員宣誓的2021年公職 參選及任職集行修訂條例草案 5月刊憲和生效 星島接獲消息 政府將在7月安排區議員逐一宣誓 當局亦正在計劃定定 涉及遺誓或宣誓無效的負面清單 據色列參與民主派初選 借出議辦做初選票站 以及簽署脈絡無悔抗爭派立場聲明書 三項行為都會被納入負面清單 據星島操略計算 最少有170名區議員會因此被DQ 包括11名區議會主席和7名區議會副主席 政黨方面簽署脈絡無悔聲明書的公民黨 及新民主同盟 所有區議員都將被DQ 民主黨亦會有52名區議員 因為提供議辦做票站 而落入負面清單之列 星島報導 又看疫情新聞明報報導 本港連續8天 沒有錄得新型冠狀病毒的本地個案 而本日初確診的17歲少女 變種病毒感染源仍然未明 最新的調查發現 她家裡的雪櫃 一個泰國進口急凍鱷魚排骨的包裝表面 是染了新冠病毒 暫時未知病毒是否存活 食物安全中心已經要求停售 食品超市樓上表示將會回收產品 中大專家許柱昌說 少女曾經打開雪櫃打黑癡 相信包裝較大可能經此受污染 廣大專家原告說 暫時未確定少女污染樣本 或是被樣本感染 需要更多追蹤及基因排序 這是來自明報 星島報導 變種病毒似乎未有在社區掀起爆發 外界關注本港何時與內地通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昨日表示 若疫情持續受控 加上更多市民接種疫苗 將會與內地及澳門進一步商談 未來通關的安排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表示 當局正是研究擴展回港易功能 商討兩地疫苗接種紀錄互應機制 星島報導 好 又說說大家關心打針抽獎 星島報導 信摩和華智舉辦的打針抽獎 頭獎是觀塘海護高層單位 價值1080萬 以鼓勵市民接種新冠疫苗 全程觸目 抽獎活動昨天9點開始網上登記 網站一度有少少的塞車 需要等一段時間 但如果轉用英文網頁 就比較快進入網頁和登記 此份單在10個物業的指定櫃位 都協助公眾人士 至昨晚9點已經有45萬5千人 登記了獎要抽獎 來自星島 蘋果報導 上星期宣布重組和裁員的香港航空 再向子公司開道 旗下負責機場地勤的香港航空 地面服務有限公司 下個月結業 超過300名員工受影響 估計少數人可以獲安排全職 而去年曾經獲得政府補習業計劃 合共補貼大約2100萬 蘋果報導 蘋果有一宗特別的教育新聞 天主教男子小學德訊學校 昨日向家長發出通告 說校長郭超群 因為未能履行校長職務 即是起就休假 但未有交代原因 職務由副校長李美鵬是處任 有報導引述家長校董 校內的確有些事情發生了 教育局姐說 知道有關的安排 會與學校保持溝通 各超群曾經在校內舉辦六四祈禱會 又曾經將學校轉到月教中 來自蘋果 星島報導 事件局加快將旗下項目 勃作港人手字上車盤 旗主席周崇江昨日公布 局方將推出兩個手字盤 較大型項目包括大坑西新村重建項目 提供大約二千個手字單位 預料在2028年完成 最快在2026年預售 據局方首次提供的樓宇佈局圖所見 地盤日後將會提供六棟大廈建手字盤 因應區內附近一帶建築不算太高 所以相信日後中高層單位可以助用山市風景 至於另一個手字盤項目 就是在春田街崇志街的 換言二居二期 提供二百六十伙 最快2023年出售 星島報導 星島報導 在教師離職潮帶動的教值音樂以效應 加上觀察學校教師全面學位化等政策下 准教師入職的待遇水漲全高 教育大學昨日公布畢業生薪酬水平調查 去年師份課程畢業生平均起身點 超過三萬一千元 是創造歷年的新高 應屆不一生都多數獲得學校聘書 教育高者聯會主席王錦良認為 即使今年離職教師較多 亦都不乏對香港有信心的準教師入行 又相信學校招聘新人士 是不會考慮他的大學背景 來自星島報導 今次看報章的社評 信報的社評講到 綜合各方的資料分析 台山核電廠確實是出現技術問題 但尚未導致嚴重的隱患 技術問題本來是可以技術解決 但受制於美國衍生的技術或數據 不准交給中廣核 因此作為第三方的法馬通 去信美國能源部 求助的意思其實是希望獲得技術解禁 仲然對於事故的報導有誇大成分 不過核電安全有關性命 台山核電站仍然需要謹慎處理 總而言之 核電事故就算是狼來了的虛境 亦都應該嚴防狼真是會離 信報社評 蘋果評論論到 在上日底 習近平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索出新的批示 要改言換切放下戰狼的姿態 以謙信謙和為對外宣傳的新基調 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新形象 在三者之中可信行頭真是可圈可點 當然又在意 距離香港不足一百里之遙的台山核電 即傳出了 有隱瞞洩漏輻射之嚴 官乎其往跡 中共要在資訊時代建立可信可愛可敬的新形象 恐怕將難以登天 來自蘋果評論 明報的社評 迴看歷史 電影出於政治原因不得上映 並非沒有例子 以往相對小見 某程度與政治社會氣氛有關 然而 反修例風暴改變了一切 香港已經無法回到從前 權力當局要執政來做 以往放任寬鬆氣氛不再 打拆邊球的風險必然增加 這就是眼前的政治現實 電影創意無窮 電檢指引再清晰 亦不可能窮盡各種情況 關鍵是電檢人員與業界要本住平常心 按常理、常識、履行國安要求 執法合理合道 明報社評 文匯系再次提出要相信科學積極接種 越來越多數據和臨床實驗都證明 接種疫苗高效益低風險 是防疫根本措施 大家政府應該加強宣傳有關的研究成果 市民亦都要相信科學積極接種 才能夠有效感控制疫情 保障市民的健康安全 另一方面推進公務員接種 保護公務員和市民亦都顯示公務員 作為政策制定者、執行者 帶頭打針可以起到示範作用 有關決定是值得肯定的 這是來自文匯報社評 星島社評論說 在目前美元弱勢的形勢下 俄羅斯針對美元行動的規模 雖然不大 但象徵意義不小 可以對美元霸權落井下石 美元是美國霸權的強力工具 亦都是美國現在一大弱點 近年全球去美元化的行動有加快的趨勢 尤其是歐盟和中國的動作 是最值得留意 星島社論 經濟社評的標題是 美國借北約軍事誣衊 中國可以用數據去糾正 滿如何去審視西方吹捧的中國威脅論 都可以見到漏洞處處 中國今後適宜進一步提高軍備透明度 甚至可以利用廣告方式 去確保相關資訊得以廣傳四海 令美國在南找到民粹藉口 去拉攏北約或亞太盟友 以武力威脅或軍事競賽 妨礙中國繼續自立自強 來自經濟社評 今天都想繼續解讀一下 有關台灣核電站洩漏核輻射 一些儀團 新聞解讀 《新聞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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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清楚 都勞列了背景資料 說到法國法馬通 長期都跟中國合作興建電廠 提供很多技術支援 今次很特別 今次事館就是 合作夥伴法馬通 是透過書面向美國求助 這個安排就很特別 當然我們要明白少少 就是 台山電廠是中國核公司 這間公司也都被美國 列為實體清單 很多東西是不會去支援或協助 亦都是很多禁制 所以會不會今次 法馬通是看到一些問題 但確實可能需要 美國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援幫助 才可以解決 因此 就是用一種特別方式 是直接向美國 提出求援的訊息 反而 台山電廠 或者它沒有公司 是沒有任何方面的表態 只是出了事之後 事件曝光之後 只是說明了 沒有事 我們一切都是安全的 是的 也有些人士說到 今次事件 由法國方面去披露的時候 其實也是側面 反映了中廣核集團的透明度相對不足 亦都令人懷疑 究竟中國國家核安全局的 監管能力和獨立性 就建議國際原子能機構 會否介入調查整件事 亦都要了解 究竟中國 有否 好像報導早前所說 是放寬了台山核電站的排放標準 剛才老總也提及 今次牽涉到台山核電廠的 懷疑洩漏的事故 剛才提及 為何要由法國方面去通報 第一 會牽涉到 與美方的一些技術溝通問題 而另一方面 牽涉到 究竟民眾信不信任局方的說法 看到昨天林鄭和保安局出來說 會高度關注事件 亦都引述了一些數據 香港和內地的數據 暫時都是正常 但給市民的感覺就是 為何會有一個核電站 這麼近香港的時候 似乎 香港的反應都比澳門來得慢 事實上 大家如果記憶仍在 當年大瓦灣建核電站的時候 亦都引起很多疑慮 當時有位牧師叫做馮志活 叫做阿威 他成立關注大瓦灣核電站 阿威本身是神職人員 其實都不懂什麼核電 他那個蠟燭點型是對中國沒有信心 不是對核電站沒有信心 是對中國管理核電站沒有信心 關鍵又在透明度和信任程度 中國很多事情可能都會隱瞞 自己是沙迷門處理了 因此港人對此有很多疑慮 所以今次 台水電站的效應 當時社會上的回響不是太大 媒體的報導也很有限 但你看回蘋果的評論所說 中國很想建立一個可信 可愛可敬的新形象 其中可信其實是最難可以建立的 可信怎樣去信呢 就是跟規矩去做事 在一個規範之內 做合理的事情 才能夠給人一個印象 就是跟規矩去玩 為何難以建立一個可信可愛的形象 就是剛才也說到 一牽涉到一些超標的問題 怎樣去令到不超標 就是放寬這個上限 但放寬了上限 也是牽涉到為何當初要定上限 就是因為超過了當時定的時候 有可能會對周邊有些洩漏甚至是輻射 影響到其他區域的 無論是安全問題或其他污染也好 但今次都要去一些機構 或者調查去看究竟 是否真的好像一些報道所說 就是中國監管當局 主動提升核輻射量的上限 避免核電創的停運 也回應老總剛才所說 究竟就是中國能不能夠 真的好像要塑造一個可信可愛可敬的新形象 今次這個台山核電站的事件 似乎都可以去試一試到 很奇怪 我們有感情和理性的兩面 科學屬於理性 就是說數據 電伏輻射 其實全部要監測很容易 這些問題都有足夠的監測系統 但在感情上 就說到對政府的信任 很簡單 香港其實注射疫苗 基本上是科學的問題 醫學的問題 但港人在回應的問題上 其實帶了很多感情因素 我就不喜歡政府 我不信政府 所以我就不打 時間來到8點半 下個節目是風波的茶杯 D18